根据这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国家情报院初步的研判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女 也就是金主爱 是现阶段最有力的接班人选 被提名担任国情院院长的赵太雍 四号是在向国会情报委员会提交的资料当中表示 从金主爱进入公众的视线以来的活动 以及朝方对他所给予的这些礼遇来看的话 当前金主爱是最有力的一个接班人 而且也是国情院首次做出这样的判断 但是赵太雍同时也表示 金正恩还年轻 健康方面也没有重大的问题 并且仍有许多的变数 也因此国情院并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也会密切的关注有关情况 赵太雍也提到了除了金主爱之外 金正恩还有其他的子女 但是不知道是男还是女